福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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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間黨 全力的主張 我們認為 我們也要求 應該要讓民間的聲音 有充分的表達 也就是說 應該要讓 未來福茂協議的利弊得失 能夠完整的呈現 要逐條逐項 的審查 那麼對於不合理的部分 對於不合理的相關一些 條款 民進黨會予以刪除 我們要求 重啟談判 民進黨對於福茂協議 我們在這個臨時會 民進黨會引進民間的力量 把福茂協議 擋下來 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不斷的讓公聽會 讓民間的聲音能夠 進來 讓福茂協議的利弊得失 能夠完整的呈現 這我們在今天 對於 國會黨 黨狂 柯總召對 福茂協議的相關報告以後 主席有做幾點才是 不同的意見 總統批評為謠言 對於不同立場的人 總統把他們當成敵人 批評說不堪一擊 我想身為國家元首 不應該是這種態度 總統應該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應該是要多跟社會來溝通 人民不理解的地方 應該要向人民說明 更何況 福茂協議的簽訂 從頭到尾都是黑箱作業 影響了層面那麼寬廣 一千多項行業 幾百萬的就業人員 當然人民會有所疑慮 人民當然會有所批評 所以總統不應該 把不同的聲音批評為謠言 對於不同立場的人 把他們當成敵人 批評說為不堪一擊 總統這種態度非常要不得